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的投资办法大家好 收听到投资顾为民谕 欢迎收看今天首相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表现 今天台股早盘 随着在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又是同步的一个大涨 那变成说在这个今天台股大盘 早盘也一度形成一下开高走高 那盘窗一度还是涨了超过百点 那毕竟我想就是说 以在这个阶段点指数已经反弹700多点 那尤其就是说我们在最近这段期间 不断跟各位做强调的一个叫做 月线的一个压力 月线的压力 那今天到收盘 收盘是倒跌 由红搬贴倒跌一个 这个21点 那变成说这个月线的一个位置点 月线的一个位置点 又是形成一个叫做德额富斯 德额富斯 盘中一度都有过了这个月线 那后续就收盘再做个压回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就是说以今天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是台股是造就 油红的翻黑 我想今天最主要是这个MSCI季度调整 这个摩根斯坦尼资本公司的季度调整 在今天这个最后一盘做的生效 那最后一盘生效当然的话 包括像这个2330的像台积电 台积电最后一盘最后一盘也打出了 达到这个2万多张 变成说一笔就来到这个1万7千多张 造就这个盘 就是说台积电油红翻黑 新西空包像2317的像鸿海 最后一笔也1万3千多张 新西空包像大力光 我想这些相关的一些权重个股 都是在最后一盘做出 做到一趟杀盘的一个态势 那也造就就是说以今天这个盘 在最后一盘杀这个权重股这个当下 变说这个盘油红翻黑 然后到收盘是形成一个叫互了下跌的 达到21点 那当然话就是OTC指数的状况 依然都是如此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过年封关的隔一天 我们基于包括在这个阶段点前一个波段 创高这个1万1270点之后 这个修正一修正超过千点 那等于是说在封关那个时间点 封关前一天 我们预告各位即将展开一个叫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我想从这个封关当天 一路谈一路谈 谈到目前为止 谈到今天这个最高点 谈了一个700 整整700多点之多 那相对就是说 以在这个阶段点 反弹到这个月线的一个位置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 不断告诉各位 你要探换换换 针对不管是说前一个波段套牢的那些持股 或者是说在这个阶段点你抢反弹 抢这个技术性反弹 我想到现在已经700多点了 谈这个技术性反弹 它的一个就是 短多的这个卖压会做弧线 那当然的话你这些 不管是前波套的个股 你趁反弹你要去找卖点 习近平在这个波段抢反弹 抢上来的这些短多个股 获利的这些个股 你依然还是要就是说 压到这个月线这个压力这个当下 去做到一趟叫做找卖点的这个动作 当然你今天如果说 先趁他拉高去做到他卖的投资 我想相对应各位 你都卖的卖的香香是漂亮 当然我想在这个接近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台股大盘 碰触到这个最上方这条月线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月线 为什么是具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尤其我们就不妨来观察一下 他的一个月线的扣底 因为现前他这个月线 是属于叫下弯的一条月线 那这个下弯的月线 我想到目前为止扣底的一个高点 是落在这个1月份这边 他到目前为止扣底这个高点 大概扣到一万一千点左右的时间 大概还要扣差不多接近两个礼拜 就是说扣两个礼拜 这个季线他都还是维持下弯的一个趋势 因为他都扣高点 而且说这个下弯的这个趋势 还没有去做改变 那变成我们在以往有教过 各位就说这个趋势线 它具有这个助长跟助跌的一个作用 趋势线往上就有一个叫往上的一个拉力 那趋势线这上面这条摆的往下跌 那这个就会有一个叫助跌的一个阻力 所以说这个接近到这个下弯的这个月线 那这个扣底的时间 还接近到两个礼拜这个时间这个当下 那当然的话我们这一路以来 告诉各位到月线的一个位置点 还是要请各位先进 针对一些多单的一个部位 先来做到一趟先卖 后续压回来 你再做个重新的回切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这个接近点 做多车率依然都还没有做改变 所以说这是大部分的看法 后续他拉上去创高 创高最个涨那么多700多点 稍微压回来 我想压回来 你依然都还是要跟着我们的脚步 去站在一个买方 买方因为毕竟美股的泰式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叫做反弹结束的这个迹象 但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再讲回个股 尤其说卫老师我们在说 针对我们在从封关之前 推出一个我们这个智慧型的APP 手机APP的这个操盘软体 那这个操盘软体 我想我们从这个封关之前做个推出 后续就是说 我们这一套软体是透过整个 就是说你在股市的一个应用 我们透过就是说 不管是说针对选股的一个部分 还是说这个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我想我们就是说应用以往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都有教过各位的这些买卖的一个技巧 我们写进去这一套操作的一个软体 操盘软体 那变成说我们在封关期间 其实针对我们就是说封关期间 你抽捆的时间点 那我们就透过这套软体帮各位去挑出 这个无党这个胡带的这个标股 我想这些高票 在近期带给各位 在新农康判盘我想到今天是第五天 真正刚刚好一个礼拜 这些高票我想你在过年休假期间 你有拿到这些个股 请记住你自己去做操作的投资 我想到现阶段为止 尤其我们跟各位做强调 手环段手环性反弹这一段个股 你要陆陆续续 因为毕竟这个软体 很多卖出讯号都已经出来 你要去针对这些短多个股 已经起座这些高票 去做到找卖点的动作 那我想这些标的包 像这个5299的像这个竭力的部分 我想从新农康判 第一天起7% 第二天中停涨停 第三天还是涨停 延续到昨天 股价来到117块钱 持续性改写下它的历史性高 短线上短短四个交易日 30%差不多32%的涨幅 这个价差我想 这个价差也足足超过30几块钱 这个价差 短线上涨多 这个压回都是很正常 这种重点说 我想以这档标的 股价在昨天之前 陆陆续续每天不是在说涨停 就在做到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那各位你透过这个软体的一个运用 买到这种标股 我想各位 获利是不是很轻松 各位你自己去看看你就知道 9958的这个 这个像世纪钢的部分 我想这个波段点 从新农康判盘 第一天涨停 第二天涨停 第三天又涨了差不多9% 那个时间点 我们在节目预告各位 卖点出现 短线卖点出现 那你去做在他卖的一个动作 过年新农康判盘三天 对上周三到五 买卖点的一个讯号呈现 就是说 礼拜五上个礼拜 礼拜五卖点出现的后续 你卖掉了一个实际上结果 当天又去高趴 后续到收盘变叠定板 你会透过这个软体的一个应用 看国有看差多少 好的标的你也不会去漏死掉 那尤其针对买卖点的一个部分 好的买点再加上好的一个卖点当的话 你获利起来相对就是很轻松 那尤其我们在针对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有出现一档这个 6449的这个像玉邦的这档 短多个股 我想再到这档个股 昨天是涨停 今天又实现大涨个8% 我想每天在做一个创高 这些标的我想到目前为止 你都是形成一较全面性的一个获利当中 当然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就是说透过我们这个软体的应用 不管是说这样大盘部分大盘 前面一个波段这样签点的一个修正拉回 你掌握住买卖这个讯号的一个产生 卖点我们告诉各位这11,158点 你买掉了这段快接近签点的拉回 是跟各位无关的 那甚至就是说以在目前这个阶段点 包括我想以这个 我们告诉各位就是说 他那个短线 大盘的短线买点是在10425 那10425我想延续 谈到今天已经谈了700多点 那这个无关各位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说短多的这个趋势 这个涨幅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我想就是这个短线 已经是说短线多头 快要形成一个短多这个结束这个当下 那变成说相对于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好好针对一些持股 去做到一趟成功的一个早卖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每天这个节目当中 告诉各位碰到月线 你都要先算先跑一趟压回你再做个重结 我想这样子时序都可以去累积 各位你的短线这个价差 那另外包含就说我们这党御邦 从这个买点讯号产生由黑翻红 买点讯号产生52块1 到今天第四天 这个买进讯号的call讯都给各位看过了 这个我们在盘中 我们透过这个软体的盘中指令 都会直接call出来 那甚至包含在昨天所涨停 延续到今天又大天8% 短短四个交易日有20几%的获利下差 这个幅度越涨越快 那这针对那个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短多个股 那甚至我想我们在近期带给各位这个 我们这个过年这个福袋标股 包含竭力天天大涨天天大涨 那各位你透过这个软体的这个运用 买卖点你掌握好 选股帮各位做到精确的一个选股 我想能不能赚 我想各位我想这段时间 三天快接近三根涨停板的个股 各位你能不能去做到轻轻松松获利 你自己看就知道 四一天同样 从过年新闻开盘第一天涨停 第二天涨停第三天去九八卦 卖点出现 卖点出现 由红翻黑做的压回 这段这样四天三十几% 那过年我想到买点出现 卖点出现 上个礼拜五卖点出现那个当下 你的一个获利下差 三天29% 三天29% 我想三个交易是顶多顶多30% 那问题这样子实际上带给各位 从这个封关那一天买点做弧线 买进去之后 开放盘涨停 第二天就涨停 第三天涨九八 我想这个你能不能赚得很轻松 我想各位你自己去看就知道 相对我想我们在这个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有透过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软体的应用 各位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特定 你喜欢个股不关系你喜欢操作瓶盖个股 喜欢操作半导体喜欢操作 不管是金融什么都可以 我想就是说他的一个买卖的一个讯号 我想他都做到一趟很标准正确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就列举包像台积电 我们在昨天举台积电 最近这三个月你就两趟那个操作 两趟操作累积就两趟51块半的一个价差 第一是说你买一张就好了一张 在这短短这几个月的时间 你就创造一张就5万多块的价差 那另外我想我们在今天就列举这个 包括像金鼎 金鼎在最近这三个月 金鼎就是鸿海家族的设备厂 两段的一个操作 第一趟这个70块钱价差 三个月的时间 你一张就贪7万 那第二趟我想在前一个坡段涨更凶 第一趟涨的这个从买点出现 卖点出现这一段 这边买点出现 这边卖点出现了两段 106块半的一个价差 我想清新双双的一个获利 你透过这样再应用这个对的一个工具 那就很成功去协助到各位 轻松的一个获利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间一样持续性 针对各位认为你手中持股的一些问题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变成说他们会直接把 针对你的线土的部分 到底你的个股现在是处在哪一个位阶 那你就打电话直接可以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甚至对我们这套软体 你应用到对的软体相对 都能够提供给各位轻松的一个获利 那我们今天实际性推出这个2加2加1的这个专案 那我们这个专案有附赠我们这一套软体 直接送给各位 那我们限定这三十个名额 那你抢在这个前面这三十个名额 那相关这个2加2加1的这个专案内容 你都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是说到我们这个Lite app 来做个直接的一个咨询 登记的咨询 好 今天节目告我段落 谢谢观看 同学见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